我现在已经身处于正点心小菜了 其实这间餐厅我自己经常来光顾的 我喜欢它除了可以吃它菜单里面的小菜之外 其实你想到的小菜都可以在这里预备的 所以我已经预备了 现在要快点去开餐了 今天带大家来到正点心小菜 带大家吃一些特色一点的小菜和 大家看到全部都是榨物来的 是我超喜欢吃的东西 因为我很喜欢喝酒 我看到全部都是坐酒的小食 这个就是黄金四季豆 还有牛油白饭鱼 还有这个是茄子鸡丁 我看到茄子鸡丁是流了口水 你看到很多辣椒在这里 我马上试一下茄子鸡丁 你看到这些炸的茄子 还有我最爱的炸鸡皮 我现在试一试 看到很多椒盐在表面 我觉得送饭也是一流的 大家听到是很脆 而且它是很入味 你们看到这碟菜好像很多辣椒 但其实吃下去是不是很辣 而且是很入味 鸡皮是很脆的 这个好味 这个是可以吃到两碗饭 再加不知道多少支啤酒 好好味 椒盐白饭我就吃得多了 牛油白饭 我也是第一次听 我试一下它 可能因为它用牛油炸 所以其实它的味道是很香的牛油味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可以你自己过来试一下 平时我很喜欢吃黄金虾黄金魷鱼 那这次就试一下这个黄金四桂酒 它炸得很脆 一咬下去就会感觉到 挺好吃的 蛋黄的味道 香是刚刚好 而且再配上四桂豆也挺好吃的 我反而很喜欢这个 好吃 大家看看 面前这三道小菜的色水很漂亮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是黑椒、薯仔、牛仔粒 这个是琵琶豆腐 还有这个就是咕噜双煲 让我现在吃一下 一些由淡到浓的味道开始 现在就试一下这个的琵琶豆腐 琵琶豆腐其实是鱼肉 釀在豆腐那里 那芡就有一点蚝油 在面头那样 芡又打得很香 还有它这个豆腐 因为它里面这个位置是炸的 它完全没有影响它 就是吃下去有一个很香的味道 而且这个位置还是脆薄薄 很好吃 这个不错 还有这些家常小菜 其实我觉得现在外面也很少会吃到 这个也很好吃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吃的 薯仔、牛仔粒 它面上有些黑椒 还有它是有些蜜糖味 因为其实这个我之前已经吃过 我是很喜欢吃的 它的黑椒味是很香 而且它配上蜜糖是很夹的 还有它这个薯仔是炸过的 超好吃 虽然它是很香的黑椒味 但它是不是辣的 所以我觉得大人、小孩都适合吃 而且这个牛仔粒是一点都不硬的 这个很棒 这个 这个就是咕噜三宝 平时咕噜肉我就吃得很多 那就是猪肉 但这个是猪肉 有什么呢 原来是斑腩 这个配搭挺好的 让我试一下 原来咕噜鱼也挺好吃的 而且酸酸甜甜 超开胃 这个是斑腩 所以也是很有益 其实我想说这三碟菜 都是超有益 有鱼 有猪 然后这个又有鱼的豆腐 还有牛肉 还有菜 椒 青椒 非常好的健康配搭 我想叫个白饭 让我叫人 麻烦要个白饭 好了 现在开股时间了 这个牛油白饭鱼和黄金四季豆 就是我和厨师沟通过 预备的小菜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你们想到想吃的小菜 都可以打来 预先预备 正点心 现在开始有晚市小菜了 欢迎大家带些凉海鲜来加工 以及可以预订私房菜 正点心小菜 地址 美肤新专行泊街6号N29A地坡 电话2388-5399 交通资讯 港铁 港铁全湾线美肤C2出口 巴士6号30-42-45-171-904-905 绿色小巴81K就可以来到的了 绿色小巴81K就可以来到的了 你开玩家